好 那我们身体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做手的部分 其实手的部分做法也很多种 那在制作上呢 事实上也是比较难制作的 当然这就要看你到底要做 几只手可以运动 几只手可以运动 你也可以说因为我们要做 拿来做游戏 把下面这一片的手我们用顶事图来看好了 把这边的手指呢 全部并成一个 一个 可以动的位置 这种也可以 因为反正在游戏里面你不是做 很细微的 动作的话 你就不用做那么多只手指头 那如果你是要拿来做动画的呢 那你有可能每一只手指头就 都要制作 其实就看你的 你的用途在哪里 那首先我先把 已经做好的这一部分先隐藏 我们在顶事图 顶事图先随意做一个 方块 然后呢把它拉到我们要 做的位置 那这个方块的厚度你可以自己稍微调整一下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宽度也是 差不多就可以了 反正之后都可以再调整 那我把它先切成这样四根 一二三四四根手指头嘛 先切成四根 然后呢 宽度的部分我切成三根 接着一样把它做 这样我们会比较方便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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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呢 我把它做 Edit的Poly 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造型 大概就好了啦 你也不可能真的那么准确 OK 那接着我们选用Polygon 这几个面 这几个面 有时候你你这个Rune in Rune out 就滑鼠中间滚轮你不好 就是 你每次它都会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选择一个面 像随意先选择一个面 按一下你键盘上的Z 它就会 马上 Rune in到你画面的这个地方 那你的滚轮就会稍微比较好 操作一点 把这几个面选择起来 然后呢 我们用 Bevel Bevel 那这个Bevel呢 我们一开始在制作的时候 这里比较看得到 你如果这样子 它是一个整体的 它这样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的是 ByPolygon ByPolygon 它彼此Polygon中间就会分开 就会分开 那我们这是要拿来做手指的 所以我们先让它凸出去一点点 然后再做一点点的 缩小 OK 接着 我们选择中间的这边所有线段 把中间的所有线段选择来 就是 中间所有线段选择起来 我们利用 Connect 要选择 在这里 好 Connect 我们中间 分割一条线 从头到尾都分割一条线 接着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线段好了 把上下的线段选择起来 也许可以这个画面你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呢 我们选择 Scale 然后选择下面这一个 这个 按右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 这边没有反应 好 这里 我们做F轴 F轴的缩法 我们做Paspa 为什么它没有反应 你好像不能用打的 这样有点 有点机车的感觉 好了我们再实践标做好了 看来是Y轴 好做80% 然后 好那这样子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造型 就是你的 这个面 这个面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造型出现 我们重点是要手指的这六角面 六角面 那 接着我们来做手指的部分 我做手指前 我们可能可以先把 这个东西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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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希望手有一点点 这样的弧度嘛 所以可以先把它 向下一点点 然后这两个 向上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点的 弧度的感觉 然后呢 在造型上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拉高 看你打算要拉多高 其实 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 因为这是我们 手的最高点 记得要用框选 因为它背后都有点 然后 大概像 这样 落差不要这么大 这么大看起来会有点 奇怪 所以刚才这个 可以统一的让它 上来一点点 这个造型我们可以让它 缩一点点 先让它缩一点点就好 不要让它超过 我们的 这里 大概像这样 这里 因为这等一下之后都可以再调整的 先让它整体造型有一点点的出来 然后接着呢 我们先做 这根手指 先做 小指头好了 首先 我们做 用 其实用哪一个都差不多啦 用babel好了 先不要 做缩放 好 我们有了 我们有了第1个弯曲的指节吗 第1个弯曲指节因为为了要让它弯曲所以这里其实需要有一个 节点 这里需要有一个节点 不小心按太多 然后呢让它在 这是第1个指节 第1个指节就是你第1个手要弯下去的地方 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这么多指节啦你觉得 反正差不多就好 那你也可以不要这么多指节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决定 那 我们做少一点好了不然等一下会有点辛苦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然后 1 1 2 3 然后最后的 1 跟 2 OK 稍微调整一下造型 这边稍微缩小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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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再跳 好 那整體的造型看你要怎麼樣你可以自己稍微決定一下 反正基本上就是讓它看起來有慢慢變小的趨勢 我不要花時間在這邊調給你看 那剛剛這邊不小心都做了一個指節 其實這段是不需要的 remove 我把它取消 好 最後這邊只要這樣子就好了 只要這樣就好了 那這邊是第一個彎曲指節 這邊是第二個彎曲指節 不過我兩個指節做的大小不一樣 反正基本上你的指節就是看起來要長什麼樣你就自己調整一下喔 好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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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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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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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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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反正基本上就是造型 你自己決定就好 看起來順就好 那我沒有 沒有花很多時間調 沒有花很多時間去 調整它的造型 因為如果要花很多時間大概 花很多時間大概調過完 大概像這樣 你可以稍微讓它的整體造型 比較順暢一點 順不順暢就看你自己 反正你覺得順就好 你覺得順就好 沒有人可以跟你說 你覺得怎麼樣才順 反正你自己看得開心就好 然後我每次都有個毛病 每次說不調 還是一直在那邊調 好那這邊好了之後 這邊好了之後 接下來另外的手的部分 把它叫出來 我們一隻一隻複製 先把這邊的面先刪除 然後把這邊的手指複製 不過可以先調整一下 點沒有出來 所以點要再onhide一次 onhide一次 點這裡大概要負責一點點吧 所以你自己決定 所以你自己決定 毛病又來了 啊不要調了 好來 把前面這邊 這邊我們shift按住 複製出來 我們要複製是clone to element 讓它變成是一個元素 然後先把它拉出來 然後呢 為了我們比較好調整 所以我們先把 其他部分先隱藏 不然你會覺得畫面很花 這些都先隱藏 好 然後呢 我們把它這樣子做 你先不用管它整體的造型 現在重點是我們這些點要接起來 那怎麼接呢 我會這樣接 把它上面部分先選擇起來 然後我們一次接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要維持它手指的造型 所以我先接上半部 所以我一次是控制這一排的點 這一整排的點 我讓它接到這裡來 所以目前為這樣 然後再選擇這邊的點 然後我們再選擇中間 上面記得要按LT檢選 上面記得要按LT檢選 然後按下面 這邊 好 那接下來換這邊 好 那接下來換這邊 好 這樣手指就接上了 好 所以這樣手指就接上了 在玩接骨遊戲 然後記得把你的手指造型調整一下 這邊是最前面的部分 那這邊大概你就自己找個 差不多的距離 然後手指造型稍微 我們一起調會比較好一點 大致上調整一下 那所以這隻手指也就出來了 那這邊調完之後 就是我們把手指接上去之後 別忘了還有一些部分要調 例如說像這裡 有沒有 這個落差太大 所以你應該要把它 稍微的整理一下 讓它符合你的 手指的狀況 讓它看起來不至於太奇怪 就算了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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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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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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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都是將來會彎曲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稍微的 順著這個 生長線稍微的 調整 只要注意說 注意它的節點不要黏在一起就好了 就是這個點不要黏在一起 其實 做這麼多隻手 在之後架骨架會有點辛苦 通常 通常老師們是不太喜歡 教同學架這麼多隻手 因為那簡直是至早麻煩 因為之後在蒙皮的時候 之後在蒙皮的時候會 其實是真的挺辛苦的 好啦不要跳啦 不想跳 雖然歪歪的 那這裡也是 那這裡也是 好 你其實可以觀察一下你的手指這些關節節點 關節處到底對不對 你可以觀察一下自己的手指 那我現在沒什麼時間我就不特別觀察了啦 要趕一下課 好 不要再調了 然後呢我們就把所有的手交出來 先把這隻手 Haliga 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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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其實有一個工具還算蠻好用的啦 叫Target Wipe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可以把你想要的點 就是讓它黏在一起 好 那你先不要黏好了 然後我們在鼎視圖來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對 還是要這個視圖 接著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手部 在做之前 增加一個Alia Party 把它黏到 我們 手指的 手腕的部分 好 像這樣黏起來 那黏起來之後呢 造型要稍微調整一下 從頂視圖來調好了 像這裡 做Scale 應該要順著它的 紋理 我們要來看會不會是否 在這裡 我們要來看會不會是否 在這裡 我們要來看會不會是否 我們要來看會不會是否 然後在側面的部分 大概就是讓它順著 我們手指 看你想要做什麼樣的造型 這大概順著中軸線 所以目前你會做一個掃大拇指的手 掃大拇指的手 大概像這樣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曲線比較大 所以事實上這裡你要讓它的整體造型比較出來一點的話 可以把它加大它這邊的一個弧度 看起來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整體造型的手會比較出來一點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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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大拇指出来的地方 我们要用这 先把这影场 这四块 我们要利用这四块 把它做 然后 把它挤出 然后稍微的 缩一下 OK 接着做焊接 大概 大概 像这样 然后呢 把它 这边的造型呢 其实为了方便好调整 我会建议你把这个点 把它对齐 那如果不好对 你可以用2.5D加 锁点 把它稍微的 锁一下 它就会黏在一起 然后又不会破坏它3D的 坐标 大概会这样子调整 然后 接着呢 我会在 在 这个侧面 我会 connect 一条线 然后把 这一点 拉成这样子 那为什么拉成这样子呢 是因为 为了要让这里有一个六角面 是不是要讓這裡有個六角面 接著稍微調整一下 我會讓它稍微靠近一點 這邊 讓這個面稍微的比較 明顯一點 大概就好了 然後 做 Bevel 調整一下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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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ên impact 這個面好像也不需要 先閃掉 好像啦 因為還沒有做脖子 好 先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頭的部分 因為頭啊 它有做衣靈嘛 那我們不打算做衣靈 那你要做衣靈也可以啊 只是 算了 人生有很多 該在乎的事情 我們在乎該在乎的腳 好 把脖子 拉一段出來 先隨意拉一段 Shift按住 你在選擇這一條 線的時候Shift按住它就可以拉出 多一段出來 然後呢 接著我們就要做一些 連結 把身體 你要不要 要不要先attach在一起 其實還好 我們利用 Vertex 把一些 黏過來 這邊沒黏好 為什麼那邊多出一臉 剛這邊 又多了一臉 OK 這個我覺得 我其實 覺得我大概在 可能在五年我就不能交3D6了眼鏡快不行了 真的是老了 好 那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接起來 好 那就可以這樣子把它 然後呢 現在這兩個還是單獨的物件喔 你如果真的要接起來的話 你必須把attach在一起 然後 記得做焊接 然後 記得做焊接 那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 頭 整個身體 做一個 Smooth Group 當然 目前這邊的節點 還很怪 這裡的 這裡的節點 但 理論上還可接受啦 反正我們先 把整體造型先拉出來 再說 這個人真是有點 龜毛 就不喜歡看到 真的是一種 真的是一種病 麻煩 麻煩你不要像我這樣 大致上 大致上目前看起來還可以 還可以 那有一些 有一些線需要調整啦 有一些線需要調整 例如說像 我會想把這裡 我會想把這裡 這樣子 切一條線過來 然後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像這個線呢 我就會把它 刪掉 像這裡 這個線就會顯得多餘 然後這個三角面 然後這個三角面看起來一直很 很刺眼 這個三角面 但暫時 因為 沒時間了 所以 暫時先不要理它 好 好大致上看起來像這樣 好大致上 好了等到 要來上股價的時候再來調吧 所以我們目前的 我目前的人 我目前的人就 技術上就都有了 那腳 腳 腳就把它 複製一直過來就好了 手也有了 然後 腳也有了 如果你很在意沒有腳的話 你就把它 按著它 Pulletage 那瞬間就會有腳了 我的腳了 Ctrl 力按太多了 你就會變這樣 所以 這樣就完成了 屁股的線 有一點亂 這邊的線有一點亂 再說啦 再調整一下就好了 其實這邊的線也有 也有錯 這裡應該要 這裡下來的 然後這條線應該要取消了 有空再處理吧 我先說 我先說 好